你这又是肉又是饺子的 你这蒜呢 拿点辣拌蒜 不吃蒜不行啊 你吃肉吃饺子你不配蒜 吃肉不配蒜香味少一半 再说你吃饺子更得配蒜 去拿一下 自己不能拿吗 不能 行给你拿 哎呦你妈 哈哈哈 我给你当啤啤 哈哈哈 还吃不吃蒜 吃啊 嗯 自己能拿不 不能 这还得我给你拿呗 是的 哈哈哈哈 你就成功吧你 还吃不吃蒜 是啊 人才 自己能拿呗 不能 就从这个 我赵刚佩服 如果不是亲爷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吃吧 惊你 哈哈哈哈 惊你 哈哈哈 这里真是到底呗 你别吃了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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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吃饺子就是给配蒜 那是好吃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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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让你拿回来 哥姐给大家推荐一碗 人家的辣巴蒜给你 人家的辣巴蒜呢 这一袋呢是250克 嗯 但是他里面有腌脂 固体污是大于50% 辣巴蒜呢 他是采用的这个香菇的紫皮大蒜 和食用米醋在一起 咱自然呢 腌制12天左右 咱用的都是传统工艺啊 他就是 哎都变得咱这个辣巴蒜了 辣巴蒜了 咱是不添加不入人文 添加任何的这个绿色素的 所以人家的辣巴蒜 你看他都是这种颜色有深有浅的 而且辣巴蒜 他是综合了这个生蒜的辛辣 正常在吃辛辣 吃生蒜还不舒服 他太辣了是不是 他综合了这个生蒜的辛辣 比酸甜口为主 哎带一点这个生蒜的味道 就是这个口感 5块9倒手5包 很划算 喜欢吃辣巴蒜的 下方链接直接去拍就可以了 对 那你吃个肉呀吃个饺子呀 赶紧在拌麵 这个时候特别给你减育爽口 还有咱再吃辣巴蒜会有很多好处 大家可以 你往上后一收一收 这几点 饺子配个饭是责备你知道 你吃饺子不吃饺 没有灵魂 这个咱咱咱走一度自己呢 对 今度过来